好 高齡八十五歲的瑞士籍的神父 葛德在今年退休 要決定回到故鄉瑞士安養晚年了 台東縣政府在豐年機場 也特別為他舉辦了音樂會送行 葛德神父在台東服務了55年 他深入部落來傳教 也幫助台東好多地方 修築堤防跟開闢水田 並且也創辦了玫瑰幼兒園 他更在2017年 拿到了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成為了台灣人 如今他要返回故鄉了 也讓好多的教友感到不捨 指著手中的相片 看著自己年輕時的模樣 回憶起過去 葛德神父也不僅小出生 今年高齡八十五歲的瑞士籍神父 葛德來臺五十七年 四月正式退休 今天早上搭機返回故鄉 部落的孩子用歌聲感謝神父 臺東縣政府特地在機場舉辦 歡送會 讓教友們能共聚一堂 我小時候他就已經在我們的教會裡面服務了 就像我們的爸爸一樣 葛德神父在後山服務將近一甲子 二零零三年擔任白冷會臺灣區會長 貨辦臺東縣榮譽獻明 並在二零一七年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成為真正的臺灣人 在臺東傳教五十五年足跡踏遍陸野 觀山池上的部落 蘭嶼也有他服務過的身影 他在陸野成立儲蓄互助社 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 幫忙修築堤房 開闢水田 更在陸野創辦玫瑰幼兒園 如今要離開臺灣他也萬分不捨 教友們在機場和葛德神父擁抱道別 雖然心中不捨 但依舊為他送上祝福 華視新聞陳軍毅 林志淳 沈立榮 台東報